所谓的硬券的意思就是说,看起来好像不能券的东西,但是我们还是用券的方法来解决,这个就叫做硬券,或者叫做硬券一发这样子。 如果你看一下,这个是一个附落盒,附落盒里面有一个Visbus in TensorFlow 的故事,这个人好像还蛮知名的,知名的资料科学家,他去面试,然后人家说,好,那我们来考一下程式能力吧,在台版上面写程式,然后就问说,你会不会来写一下Visbus的程式,那Visbus是什么意思呢? Visbus的意思是说,现在让你写一串数字,比如说一到一百,但是呢,如果这一串数字里面,这个数字可以被三整除,就是output B,被五整除,就是output B,它同时可以被三和五整除,就是output B,所以你的程式output应该是一二,然后三可以被三整除,就是output B,然后四,然后五可以被五整除,就是output B,然后output B,然后7,8,B, 然后三、四,然后三、四,然后这样,然后三,四,然后三,四,然后三,四,然后三,然后,那你应该入写这样一个基本,那我其实知道,对大家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。 好,那那那个人就说,好,怎么做呢?怎么做?我要用python做,那我要先input一些library,正常了,我先inputTenderflow,这样子了。 然后接下来我要准备一些training data 你现在往output 1到100 我们当然不能用这个当training data 所以我先叫label 101到1000的feet burn 怎么做你去AMP上找人label就好 label好以后我们就做一个snaywall 给他train下去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然后他后来train下去以后 哇 正确率才80几 然后他就没有得到那一份工作 你可能以为这个 我决定来自己试一下这个feet bus的东西 到底能不能够做得起来 自己来实做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training data 长什么样子 开一下我的ipython run一下 那我现在就对数字101到1000做了label 你就不要管那个label是怎么来的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training data 那training data的input每一笔呢 每一笔呢就代表了一个数字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shape 好 总共有900笔data 就是从101一直数到1000 总共有900笔data 我们把第一笔data dump出来看看 好 那每一个数字我们都是用二进位来表示它 每一个数字我们都是用二进位的数值来表示它 那第一个数字是101 101用二进位来表示就是1010011000这样子 第一个数字代表的是2的0次方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然后2的5次方 2的6次方 你直接把它加起来就会发现说它确实就是101这样 然后如果102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那103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label的data label的data长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101它可以被三整除吗 不行 它可以被五整除吗 不行 所以它是output原来自己的数字 那我们现在总共有四个class 这四个class分别代表了output原来的数字 output fees output bus output fees 那如果output原来的数字就是第一围是1 其他都是0 所以101的话第一围是1 其他都是0 接下来呢 我们 我把前面的灯稍微关一下 接下来我们考虑说output 102 那如果102的话它可以被三整除吗 可以被三整除 但不能被五整除 所以应该output fees 好 所以呢 它是第二围是1 其他都是0 好 就这样子 硬做一下 我这边用的那个内卧架构 跟那个面试的时候用的内卧架构是一样的 input 10围 然后一个hidden layer 就是100个neuron 然后apply IELU的activation function output 4围 然后softmax 然后用addon 这样子 把这个拿掉 好 那等一下就直接print一下那个正确率 跑一下 跑一下 好 很快啊 很快 没多少才900笔training data 秒train 秒train 哇 就正确率是76%啊 做出来也不是100 但是 我不会就这样放弃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 你想想看 你看看你的training data 你的training data正确率才80%而已 代表说你还没有让你的内卧 真的在training data上面学起来 它还没有 真的去fit那个training data 我们知道说做deep learning的起手 是先想办法fit你的training data 怎么fit你的training data呢 开一个比较大的内卧 举例来说 我们把heathen layer的size 改成1000 然后再train一下 也是很快 秒train 然后这个accurate 你看现在上升起来了 上升起来 可以跑到100吗 跑到100了 跑到100了 大家看 正确率就是100% 你看 要我就拿到那个java了 说啦 你怎么在这个 是那时候 匀 就在做 我 你看 你 你 谢谢大家